母子姑娘 七 找新朋友 夏天很快就过去了 叶子开始从树上掉落 母子姑娘很累 她的衣服也破了 母子姑娘在地上发现了一些坚果 她捡起了一颗小的 嘿 这是我的 一只松鼠大声说 哦 我先找到它的 母子姑娘坚持说道 好的 你好像也是在做过冬的准备哦 那只松鼠回答 啊 冬天 母子姑娘说 嗯 那是什么 松鼠很惊讶 摇了摇尾巴 冬天就是很冷的时候 笨蛋 松鼠说 那时很难找到食物 你需要搜集食物储存起来 我现在就在做这件事 松鼠拿起另一个坚果 快速地跑到树上 天气渐渐变冷 食物也很难找到了 一天 母子姑娘又饿又累 她睡着了 她梦到自己在一个温暖的床上 美妙的声音在唱歌 拇指姑娘醒了 她没有在做梦 我在哪里 她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问 你很安全 亲爱的 一只鸟说 拇指姑娘站了起来 她在一个鸟巢里 我们觉得你需要帮助 所以我们把你带到我们家里了 鸟说 我是麦琪 我听到了美妙的声音 拇指姑娘介绍完自己后说 我们在唱歌 另一只鸟说 我的名字是克里斯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唱歌了 拇指姑娘说 我以前高兴的时候也会唱歌 并不是所有歌都是开心的歌 麦琪说 嗯 什么意思 拇指姑娘问 克里斯和麦琪看着对方 每一首歌都不一样 克里斯说 听听这一首 她的歌很短 她听上去很生气 你听起来不开心 拇指姑娘说 克里斯 克里斯点点头 嗯 那是一首生气的歌 你再听听这一首 麦琪问 她的歌很慢 很安静 我不知道 拇指姑娘说 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我有问题 需要解决的时候 就会唱这首歌 麦琪说 麦琪说 嗯 你能教我一些歌吗 拇指姑娘问 当然可以 麦琪说 他们教了拇指姑娘很多鸟的歌曲 每一首歌都很特别 但是有一种歌是一种秘密的语言 这种歌是像说话的歌 拇指姑娘也学习了这些歌曲 拇指姑娘和她的朋友麦琪和克里斯待在一起 鸟儿们给了她吃的 还为她保暖 但是很快 鸟儿们就得离开了 冬天快要到了 麦琪说 我们该飞到南方去了 我多么希望我也有翅膀 拇指姑娘伤心地说 那呀 我就可以和你们一起飞走了 鸟儿们把她放在地上 然后唱了一首再见的歌 再见 牧之姑娘 他们说 你会找到家的 再见 再见 朋友们 她回答 克里斯和麦琪飞走了 你会找到家的歌 你会找到家的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